在本节中,我们将了解与口腔和咽部相连的除神经和血管以外的所有结构 我们将观察上下核和咀嚼肌 然后我们看看舌骨、舌头和它们的肌肉 然后我们会看到脸颊和嘴唇的肌肉 然后是牙齿和唾液线 最后我们会看到咽部 在观察核骨时,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从骨头开始 稍后我们将好好的看看下核骨 在此之前,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下 我们将在本节中看到的面部骨骼的各个部分 这是包围捏窝和捏下窝的拳弓 这是捏下核关节的关节面 外耳道和净凸就在它后面 这是蝶骨一般 它们之间有翼状窝 这个位于捏下核关节内侧的尖锐突起 是蝶骨脊 上核骨中长出牙齿的部分 称为牙槽突 我们将在本节后面介绍牙齿 现在,我们将下核骨带入画面 下核骨由两块原本独立的骨头发育而来 每侧各一块 在下核联合处融合在一起 下核骨被描述为由下核体 和左右下核肢组成 下核肢和下核体之间的角 是下核角 与镊骨相连的圆形突出 是下核头 或称磕突 磕突下方变窄的部分 是下核径 磕突前方尖锐 细长的凸起是贯突 这是我们将要看到的主要肌肉附着点 贯突和磕突之间的凹陷 为下核切剂 下核角外侧粗糙 与内侧附着着一对相对的肌肉 内侧的翼内肌 和外侧的咬肌 下核体被描述为 由肌部和牙槽突组成 下核体侧面向上 向内倾斜 外侧略微倾斜 内侧倾斜明显 牙槽突的后部 在这个空腔上方向内侧隆起 即下核下窝 中间这个凸体是颗龙凸 在内部 这个粗糙的区域是颗脊 这里附着着两对肌肉 颗舌骨鸡和颗舌鸡 在下核骨的内侧 贯突下方的增后部分是下核肢 在下核肢的中间 与牙齿的顶部平起 是下牙槽孔 就在下牙槽孔的前面 是一个向上的小凸体 即下核小舌 下牙槽孔 是下牙槽神经 和血管通道的起点 神经的一个主要分支 出现在外侧 在颗孔处 内侧 意大脇 期待 肯定